宣讀台灣民政府的主張及立場 中韓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舊金山和平條約 3.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使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4.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政權、流亡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體請坐下 第一節課由大山格林蔣事演講 請各位掌聲歡迎 大家安安 晚安 最初級班 所以別說太親 最先開始 簡單的 故事開始講 啊上禮拜什麼事情最新的 什麼最出面 照封金庫 有 seats 趙鋒盡控是什麼東西 錢喔 趙鋒的錢喔 洗錢喔 什麼叫做洗錢 什麼叫做洗錢 人家說洗錢 拿去洗錢洗錢 洗錢 那洗錢 差不多同樣的意思 就是那個不法所得的錢 想透過銀行的機制 把他變成合法的錢造出去了 這樣啦 錢是從哪裡 造外國 從哪裡洗到哪裡去 有台灣人洗出去了 錢本地就從哪裡來的 洗外國 洗到哪一國 去哪些人抓到 你看你們看新聞都不知道 說開心的喔 不知道 今天來上課 台灣民進行的法律 不是說洗錢 但是說到時間也處理嘛 對不對 很多錢 多少錢 你有概念嗎 三千六百多億喔 要造錢會怕死人嗎 什麼三百幾 幾千億 對 洗錢是今天發生的嗎 發生多久了 應該要幾年喔 應該要幾年喔 很久了 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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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二十年了耶 要二十年了耶 七十年了 沒有啦 真的開始大動作在洗錢 那幾年喔 有一個做市長開始了 一下就把這個 台北市的銀行給吃起來 你都知道喔 這不用我講你都知道 我點一下你都知道 那時候就開始了 那不是 那時候就開始了喔 那時候就開始了喔 那時候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不知道再進行怎麼沒有 那時候對那時候開始 那時間點有味道嗎 2005年 2005年 2000年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兩顆子彈 阿扁兩千年做總統有沒有 你看 喔 這個是不是有點關聯性 阿扁做總統之後喔 再來什麼 連戰 跑去跟中國 牽手和好 有沒有 進行是敵對 千萬開始和好 那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趙豐銀行是什麼銀行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看 我剛剛好像準備了一些資料 我們看了就知道了 喔 趙豐銀行 它的背景叫什麼 大清戶部銀行 大清帝國銀行 以前的 蛤 以前的 對 日本時代 台灣人是日本人 他以前是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 要來台灣做行李 就要透過外交 對吧 然後負責再來台灣做行李 對吧 綜華民國也要去 申請 進來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再開銀行 對吧 這時間點 1905年 1905年那時候才開始 有一個大清戶部銀行 有一個大清戶部銀行 後來的 我們看 這樣一個一個 頭條太多了 1912年 民國元年 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 將大清銀行 改為中國銀行 有沒有 後來改做什麼 行使中央銀行的功能 不是都是啦 行使中央銀行的功能 要做中央銀行來用 2月5號 中國銀行在上海市 漢口路3號開業 對吧 你知道嗎 那中央銀行成立以後 取代原中國銀行的 中央銀行的 中央銀行職能 對吧 然後後來呢 從北京簽到上海 然後在英國倫敦 開設倫敦分行 然後海外第一家銀行分支機構 在日本大阪開設大阪分行 有沒有 那是國際匯兌銀行 然後在1936年 在紐約分行 那時候 1936年 在紐約 再來 1918年 在日本東京開設 東京分行 再來 這傻味了 1949年 這時間點有傻味嗎 你說到錢 好像每個人眼睛都發亮 本來想要賺錢 說到錢都開始有傻味了 國共內戰之後 總管理處及交通銀行隨同政府 那是他們下的 就是 建白照來台灣 留置中國大陸的中國銀行 各部責備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收 原本的銀行 中國都接收了 因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合法的 你這等於是流亡政府 所以你以前老的東西都接收起來 他們怕到 所以繼續叫中國銀行 國外處 所以他怕這樣 1971年 有沒有 由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就是蔣介石的代表 叫他們退出的 對不對 換很重要 台灣沒有退出聯合國 有沒有 台灣沒有退出聯合國 我們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台灣沒有加入聯合國 那是中國的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因為它的席位 叫取代 防止旗下所有資產 再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中國的繼承者的姿態 強行接收 所以他改名叫做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就是ICBC 中國商銀 再來 因應什麼有沒有 後來改成叫做兆豐金控 然後在西州合併 同屬金控公司交通銀行 也吃起來 你知道嗎 這樣稍微有概念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不是要說這個 我只有一個稍微稍微而已 過去 事情都拿了 錢那麼多都搬出去了 所以現在故事就有稍微了 錢都搬出去了 對不對 台灣準備什麼 準備要走路 準備要走路 很好 這支比較聰明 不是準備要走路 那已經走路了 你要走路 比較傻的 比較聰明 人還沒走進錢 錢先搬出去 那是比較聰明 比較傻的 跟錢做去走 還比較傻的 錢老的人先走 對不對 那是最傻的 錢都搬搬走 現在什麼 剩什麼 空殼 空殼 不是空殼 裡面還有保全 那是空殼 叫民進洞 蔡英文 保全公司 負責人 有一個空殼 還去國人的家 國人有什麼 現在國中華民國就是 蔡英文的政權 對嗎 裡面錢都搬了 空殼 空殼 不是知道 老早知道 我就說十幾年以來 錢都搬了 不是 這趟風 跟人家其中一間 幾乎搬 為什麼 最近才把案子給掀出來 搬了十幾年 因為媽媽叫那時候 就開始搬了 搬了那時候再走出來 這時候美國才把事情拼出來 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現在再走出來 不是美國 說一句話比較簡單 三字 叫做黑吃黑 聽到什麼 黑吃黑 對不對 美國就等你盡量拼 你比較厲害 你就錢在盡 拼了 之後再把你收一下 就撞起來了 你沒拼 我又不知道你有什麼 他是不是 不是 你沒拼我又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錢 等你拼到差不多 時間也夠了 要收網 對不對 我就知道你多少錢 班辣也沒好 杜耀也沒好 對不對 班辣在案子 前一陣子 這樣揭起來了 結果 中國總理沒有下台 反而其他國家下台 誰下台 冰島總理 習近平的 口罩也給他揭出來 習近平不在意 胡說八道 但是冰島總統下台 英國首相也 奧子 這兩個都跟中國 很有很大的經濟關係 對不對 這幾個大家好像對國際書很差 法例有差嗎 你們有看到上面這張圖嗎 有 有 我看過 你有記憶神嗎 很好 很好 你穿在帽 第一次看到這照片 你第一次看到 那我可以講一下 我可以介紹 他們沒有看到 給他們看一下 我介紹一下 我們到官網看一下 這是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在台北市搭遊行 有一萬人參加 都是我們的人 你知道嗎 有沒有嚇到 我跟他說有一萬人 第一次聽到 新聞很大 都沒人知道 我跟他說 在上課之前 我跟你們講兩件事 你就放在心上 聽不懂沒關係 第一個 佔領不宜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想想看 佔領不宜轉主權 第二句話叫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兩個主軸的觀念 放在腦子裡面 我們再看接下來 我要看那個遊行的 要給他們看遊行 不是看G7 看遊行 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大遊行 在遊行裡面 每一張照片給他們看 我要給他們看照片 不是看影片 不是看影片 我要看照片 要不要把它關掉 來 直接看照片就好了 來 往上看 對 剛才那時候有影片 媒體也都在報導 有沒有很威風 那時候是鎮報部隊 來 請坐 上課的時候 沒有離開座位 我們大家都是學生 沒關係 但是阿嬤你說得對 坐姿要端正 對 對 那跟脊椎有關 阿嬤要做這個 對 真好 就是這麼 應挺 挺拔 台灣人的妮娜就是這樣 這裡面 整個遊行過程當中 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 你不要看過 過期的遊行都大家在看 我要抗議 我要抗議 這一萬人 走在路上 我們在座裡就有一位 現場在現場的人 都不准說話 對不對 每個人穿黑西裝 打領帶 穿制服 拿那個關東旗 一萬人喔 一萬人真的很大 一萬人幾個人一排走 一個小時就對頭走到尾了 我們從那個所謂的益仙紀念館 照到蔣介石 在草頭廟 走宗教東路 走好幾個小時 台北市的人 你看 一張一張往上給他們看 來 下一張 你看 開始演練鎮報 大家都看得空氣 對 你看 再來 一張一張看 越來越緊張 你看 這個鎮報的裝備 都是美規喔 最新的喔 那時候因為太熱 沒有每個人都穿 只有隊長穿 可是 前一陣子我們黑熊 有在演練的說 網路上有影片 全部 180個人的 制服 接受媒體採訪 再來 你看 每一家都有來啊 你怎麼不知道這個新聞 奇怪喔 每家都有報導 再走 你看到這款遊行 你也想不想問一句話 他們遊行在做什麼 什麼遊行 要讓人知道什麼 要讓人知道什麼 民進 沒有台灣民進 看什麼 沒有台灣民進 組織 如果組織不夠 我們會說民進府到底要做什麼 這組織是什麼問題 你們怕他來哪裡上課 台灣民進府對不對 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全民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才行齋嘛對不對 對不對 要不然你不講 我去哪裡上課講不出來 就是台灣 澎湖 諸島 美國 諸島就是獵島 台灣澎湖獵島 美國民進府 跟台灣民進府合作 要不然全民叫台灣澎湖獵島 美國民進府 怎麼美國 這就很重要啦 這就是美國的單位啦 美國軍政府底下的民事政府 能夠叫民政府 不是人民自己起來的政府 是從美國軍事政府下來的一個組織啦 這個沒有搞清楚 你都不曉得來哪裡上課 以為又一群台灣人要發獨立 不是啦 這是美國軍事軍事政府 軍政府的民進府 要關人民的事情 所以你這遊行的時候 不要讓民眾只看這個 我們還有一些布條 六項數很清楚要讓台灣知道 第一個 頭一句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有效啦 現在還有效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 你有聽到舊金山和平條約嗎 上過課嗎 以前上過國中嗎 國小 都有吧 頭一回聽到模糊沒關係 馬關條約有聽到嗎 馬關就有聽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就調過去不要 那也有啦 那也有 但是你比較接聽到什麼 開羅宣言嘛 對不對 馬關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就沒什麼聽到 他怕你聽到啦 但是我跟你說 跟台灣界的土地有關係的條約 這幾個也很另外 一幾個就是 跟這間房子有關係的合約 你都要創有情緒嘛 你住在家裡 你都要知道 這間房子什麼的嘛 你要搞清楚 跟這個 可能交手好幾個房東 不是 好幾個處住 但是你都要知道 現任的處住以下人嘛 對不對 你買房子買房子 都要搞清楚 到底誰是現任 以前是過去是誰 這樣嘛 你在交易房地產買賣的時候 一定是簽合約嘛 對不對 錢拿了 你要去做公證嘛 正式轉移房子的名 到你的名下 現在就變你的處 一樣 一個國家 一樣這個土地也是 台灣跟台灣有關係 只有兩個 他不能平常的宣言不好 要條約 第一個條約你知道嗎 馬關條約 日本叫下關條約 心都小了 這個地方在日本 簽約會誰人 誰人簽約會誰人簽約 我們過去突然說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 全壞屬於日本 所以割讓什麼 台灣澎湖跟 遼同半島 給日本 對嗎 過去扣分什麼 不對 我們把合約拿出來看 上面什麼 上面什麼 你知道 大清帝國大皇帝 為了尋求和平 跟大日本帝國皇帝 結果不是兩個國家在做交易買賣 是皇帝跟皇帝 所以過去大清帝國 只有一個公司 只有一個皇帝 皇帝擁有整個國家 這是皇土的國家 你要怎麼清楚 皇帝跟皇帝 手扒 陷屬之後掛土地給他 如果沒有掛土地可以 再扒下去 這個中國就滅亡了 給日本吃掉 對不對 所以沒有讓人家吃掉 不然這塊掛給你 日本說好啊 好啊 拿到什麼 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 對不對 但是現在來 遼東半島隔一年 居然有三國干涉 這塊土地不能割 那時候來的為什麼不能割 他講了一個字 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遼東半島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台灣澎湖可以割咧 那什麼意思 我剛才不是講一個 占領不宜傳主權嗎 政書啊 有關於他主權所管理的部分 是不能割 可以割嗎 這殖民地可以割 市民地可以割 表現什麼 台灣跟平和 過去都是大清帝國皇帝的殖民地 對不對 那時候大概連殖民地的水準 都還沒到 而且還不是台灣 他的殖民地只有殖民台灣的一部分而已 左半邊 右半邊還不是他管 因為高砂主義打不贏人 他可以割給他 道歉民地不贏的人 躺在上面 他會割 這樣而已 這是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皇帝 割讓土地 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誰 現在換著誰人拿著手頭 大日本帝國皇帝 日本天皇拿著手頭 再來 過了幾年之後 日本在台灣建設五十年之後 二十四世界大戰 二十四世界大戰 他戰輸掉了 輸給誰人 輸的誰人 你知道嗎 二十四世界大戰 日本擅長 輸給美國 美國比開他的戰善戰 戰勝國 對嗎 戰勝國 到他就要 怎麼 你聽到另外 都要簽條約 那個條約就叫做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知道嗎 舊金山和平條約1952年 1949年 戰敗 可到簽合約之間還發生很多事情 到1952年 正式簽立合約 有幾個國家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 四十幾個國家 這不是以前只有兩個國家互相簽 四十幾個國家 包括印度都在裡面 就是沒有中國 因為那時候中國不曉得哪一個是中國 有普宜政府中國的那個 王晉慧的中華民國 也有重慶的中國 還有毛澤東的中國 哪一個代表中國 沒有人 所以他們就沒有簽這個條約 所以 白宮不承認也沒有用 四十六個國家簽約的 包括美國在裡面 根據這個救濟單和平條約 來的什麼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對不對 你也知道嗎 但是日本不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沒有放棄台灣的主權 那是日本國 現在新的日本國 日本國 這是新的跟 過去我們說的大日本帝國是不一樣的 過去那個下官條 日本天皇拿到土地之後 他經營了五十年 最後實行憲法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地位從殖民地 待會我再解釋一次 從殖民地的地位變成 身格變成 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一部分 因為憲法實施 那五十年年做黃民化的東西 跟過去北海道也一樣 北海道本來是艾奴族在住的 日本天皇拿到黃民化 對台灣也一樣 對台灣也一樣 黃民化 一開始建構主權 之後黃民化 再來1945年4月1號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最近歷史都不跟你講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 我看不清楚 法院上都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遊行的東西 第一句話就跟台灣人講 舊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這句話就很嚴重了 跟台灣有關係這條合約 現在又有效 五號的意思是 那我們所有做的事情 要按照條約來做事 條約上面寫什麼 第四條跟第二三條下 美國是台灣 澎湖這塊土地的 主要占領全國 你知道那個字嗎 英文叫做 或主要用 Nuika多 三邊叫做主要 三邊叫做主要 就是以公為勝為 你們家誰是老大的 誰是主要那個人 只有一個人 只能一個人做決定 最沒的 最沒的 阿公阿嬤還是老爸 最後的最後的事情 說我說了算 只有一個 一樣 在整個打敗日本的過程當中 只有一個人說話遵守 什麼人 美國 所以現在全世界 中國號稱它跟台灣有關係 為什麼台灣關係不是他寫的 是美國在寫的 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美國說了算 其他國家隨便你說多久都沒有用 只有美國說了算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 它就是台灣這塊的主要 它說了算 所以美國才會派一個簡單的單位放在台灣 我轉你中華民國要劃什麼總統 也是要聽AIT的位 你立法院什麼醫院都好 國防部也是 你要放什麼軍隊 要拿什麼子彈去哪裡 馬上AIT出來說不行 然後就點去了 就點去了 是不是很好笑 一個堂堂正正的 你說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騙人的 我們現在知道 過去說中華民國 說是主權獨立國家 怎麼會受制於 一個美國的民間團體呢 不是很好笑嗎 台灣人打他真的是壞掉了 錢也放拌了 做保全 你還給人家 還給人家 還有死守的人家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很好笑耶 那國民黨 那劉蒙進會 支那人都知道 這是假的 跟台灣人騙的 結果這個民進黨 好爭台灣人 拿到手上 把它當成真的來玩 那真的玩就完了 就完蛋了 所有的矛盾問題都會發生 他以為他真的是中華民國 所以要怎麼樣 要對付我們台灣民進黨 看我這幾人一萬人上街 我們上街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是 過去的國民黨在執政 他不敢動我們啊 因為他很清楚啊 反而民進黨執政之後 開始在黨民政府啊 搞不清楚狀況是這一群人啊 人知道是生假所以不敢惹我們 真正敢惹我們是那些搞不清楚狀況 以為他是真的 就要執行中華民國法令 你們是團體要來跟我們登記 現在搞清楚了吧 內政部部長最近的不是講嗎 台灣民眾無法 進進那個啦 那個陳薇仁喔 陳薇仁喔 前一陣子的內政部長說 台灣民眾無法可管 這一陣的話 葉俊榮本來 立法院質詢都說 我一定要處理 我修改人民團體 也要收納在裡面 好管他對不對 後面怎麼 沒效 更好笑他說幾句 有關於台灣民眾 發行的行照 由外交部的法規處理 是不是很好笑 外交部呢 要處理台灣民眾 用外交部來處理喔 最近前一陣子在那邊鬧事 放火那個市議員對不對 不是被抓起來收到進去嗎 最近交保 10萬塊錢交保 交保的時候規定他喔 以後不能再去騷擾民政府 不能再騷擾了 聽到了喔 奇怪這什麼團體啊 這什麼團體 這顯然不是民間團體嘛 當然本來就不是民間團體 我剛才已經把名字跟你講了嘛 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 都是名片會拿出來嘛 名片不可以騙人的 騙人你就要詐騙集團 你如果是真的話 你名片拿出來就告訴你 你是誰 哪一間公司的經理 董事長 還是他的銷售部門 主管科長什麼 你寫清楚嘛 一樣我們把名片拿出來嘛 就告訴你我們是誰 反而是現在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所有的這個假的名片 只能在台灣拿來騙自己 拿出去都不能用 那時候陳惠勒講的很好笑 自己關起門來穿籠袍 他就在講他們自己 好 我現在說的就是 真的這件事 如果正常人聽到這一連串的事情 什麼趙風金說 這個洗錢啊 幾千人這樣走出去 還是說民政府這個組織還走出來 還沒有法革管 正常人這樣看都會精神錯亂 對不對 正常人看這個新聞看不見 不是這幾天 我告訴你 這過去幾年都這樣 從開始我們去顧米國之後 所有一連串的事情 包括軍法撤除 對不對 你知道軍法裁測嗎 你不想軍法裁測 男生知不知道 知道嗎 你一定要知道 男生要當兵的 軍法裁測就表示沒有軍法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啊 現在穿軍服在幹嘛 在穿戲服啊 你騙的啦 不過有啊 最近搞那個軍演 笑死人的軍演 在消耗子彈 那一群軍隊能幹嘛 你說要到現在的中國炮 怎麼可能輪不到他 不要出亂子就好了 但是那不是我們的事 那是美國會處理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只是從旁邊 如果這麼多矛盾 互相矛盾的事情 沒關係啦 軍演多弄幾次啦 那那錢就盡量開朗 我看你糖罐子裡面還有多少糖 對不對 人家給你空殼子 你又會這樣花錢 我看你可以用多久嘛 呵呵 再拉回來 正常人看到這種情況 都應該瘋掉了 因為太多矛盾 可是為什麼外面這群民政 民進黨的人不會瘋掉 他還繼續在玩耶 他都空心菜啦 空空啊 一塊空空啊 他只有一件東西 對於有效而已 錢啊 不然現在連錢嘛 搬出去 就去消耗了 不然不去消耗 他想什麼 繼續生存 繼續生存的下一步叫什麼 國民黨已經那個 大腳已經錢沒走 現在要找什麼 要找民政府啊 對不對 他就要跟我們講啊 講條件啊 那不是 國內要找什麼 沒有人要跟我們找啊 你找美國 美國沒辦法插你了 要找中國 現在也要找中國啊 對 看他們要找中國 好 好 我剛才講齁 幾大訴求 第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的人有效 冷氣可不可以開講一點 我這邊是濕的 Humid 第二條 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什麼 美國是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第三個 如果它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我們是誰 他如果是主要佔領舊 我們是誰 比佔領舊 比佔領舊有可能是中國人 不可能嘛 就是日本人嘛 對 中國人是說派來代理代替美國人 簽名台灣的 我們是台灣人啊 台灣人是什麼人 就是日本人啊 戰敗的是日本嘛 那我們就是日本人 我們是被佔領者嘛 我們所有的 我們出事就是日本人啊 所以我們日本人 我們當然不會是中國人嘛 不會是你中華民國人嘛 對啊 我們既然是日本人 我們就絕對不可能就過 過去 你怎麼認為你是中國人 他幫你交友的嘛 對嗎 發你身份證 教你幫你洗腦嘛 不可以說國旗 對不對 他說七十年 七十年 三代四代幫你洗腦 洗得你不知道的人 啊現在有趣了 我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覺得什麼是台灣文化 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你講得出來 文化就是台詞啊 不是啦 文化 你可不可以隨便講幾個聽聽看 雅琪是不是 不是啊 公園裡面跳大媽舞 是不是 不是啊 三代四跳舞 是不是 不是啊 但是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政府官員出去外面推銷 我們台灣都是用這個東西來推銷 有點莫名其妙 對吧 你真的是台灣人 我們就說 這怎麼是台灣文化 拜拜的也不是台灣文化 也不是啊 你現在用的每個東西都從中國來的 真的台灣文化 我們就去我們的高渣族去找 我們的原住民 那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就要對魚仔去找 對不對 我這說就比較像 那是高級班在講 對 比較像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最後 被佔領地的百姓不用當兵了 根據《就金山和平條約》 根據《佔領法》 根據《佔領法》 既然我為什麼就要拿你做兵 不行嘛 不行去買武器 你不行改我的議員 你也不行改變我的國家的整個系統嘛 我們過去的日本時代 是幾個州 有州長 有那個地書 對不對 這樣就變成五院制 莫名其妙 還實施中華民國憲法 還更荒唐 中華民國憲法到現在沒有涵蓋 因為所謂的法定的範圍 沒有包括台灣 你如果要佔領跟領土 要通過國民黨會開會通過 沒有啊 一個 為什麼中華民國憲法可以實行在台灣 你有想過嗎 莫名其妙嘛 你根本沒有法源依據嘛 矛盾太多了 法源依據 它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是假設 你不可以把假設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當成你的法源依據 你假設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所以你實行憲法 你假設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所以你發台灣人 國民身份證 莫名其妙對不對 拿國民身份證 居然可以去選總統 是不是更荒唐 因為根據他們的法律 公民才有投票權嘛 國民不是公民嘛 對不對 選什麼總統 你是拿國民身份證 還是公民身份證去投票的 國民身份證嘛 不對嘛 對不對 選的也不是中華民國總統啊 是不是台灣總統 也不是啊 一個台灣治理當局的負責人 來 再來 最好解 台灣地位正常化 才是唯一的一條路 好啦 今天這個看完我們回去 你看路上的人 看著嘴都開開開 你看看 這是什麼狀況啊 嚇到了齁 哇 什麼事情發生的 要怕死人 警察為什麼不管一管 這一群人 結果幫忙指揮交通 對不對 你看有些民眾看著 歡喜啊 加入我們 對不對 一萬人你看 怕死人 哦 你看 哦 好 我們拉回去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回到我的那個 回到我的那個PowerPoint 回去我的PowerPoint 你聽了我講的嗎 你聽我看 葉俊榮說 民政府發行刑照 就依照外交部的法規處理 很好笑耶 有一個台大法律系的學生 已經職業的律師 居然跟我講說 這會不會寫錯了 我說如果是寫錯 請問他原來應該寫什麼 才會寫錯 打字打錯 沒有打字 外交部啊 寫得還清楚啊 有的人會說 那我為什麼記者沒有來採訪你 我說記者敢採訪我 還好啊 我說這個新聞裡面的關鍵字 是哪幾個 三個字請講 外交部啊 內政部長說 有關於台灣民政委的東西 由外交部處理 這都很好笑 聽到有就好了 最近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奧運剛結束嘛 對不對 奧運是不是剛結束 今年的奧運會跟以前不太一樣 多了一隊 每一個國家都有隊伍喔 多了一隊 叫什麼 難民隊 你知道嗎 你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就是這隊啊 本來是這個啦 所以最近不是有那個 伊拉克在修正嗎 很多難民氣歸軟造 難民裡面有很多厲害的運動員 他們也想參加比賽啊 所以呢 奧運會的單位就新成立一個隊伍 給所有的難民 政治破壞還是什麼的難民 都加入這一隊 那這一隊要出去出場的時候 要拿旗子嘛 對不對 請問他拿什麼旗 奧運會會旗嘛 對不對 所以他拿奧運會會旗嘛 結果他進場以後拿到奧運會旗 看到 怎麼還有一隊也拿奧運會會旗耶 就看一看那叫什麼 中華台北啊 也是不是拿奧運會旗 是啊 所以有兩隊難民隊嘛 所以現在出去 我們這次去參加比賽 叫做難民隊出去比賽啊 難民啊 你不知道這是難民喔 你每個人去參加難民隊 是大家派起來嗎 你那不是難民 不是啊 難民是從中國來的叫難民 什麼叫難民 就是離開你本來居住的地方去保衛 去流亡在外面叫難民嘛 你在你自己國家有沒有叫難民 不會嘛 離開中國是他原來的地方 支那人 美國王軍跟他帶來的兩種人而已 一個是蔣介石的部隊嘛 一個是蔣介石的部隊嘛 跟什麼 中國難民嘛 跟著部隊逃難的嘛 如果在台灣嘛 結果他拿到解釋權跟話語 跟媒體都是他在掌控啊 所以你台灣人 如果要算球賽 還是要去打球 還是要去舉重 只能跟著他的 的名字出去啊 叫Chinese Taipei啊 Chinese Taipei是什麼 中華台北叫我很好聽喔 我跟你講全名叫做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啦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後面跟的是陳世民 你第一次聽啊 所以我覺得你很驚訝 可是這個是老早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可是你台灣人不知道啊 你在台灣的媒體裡面 被洗腦洗到傻傻的 外國都很清楚 你就要去Chinese Taipei嘛 就是難民隊嘛 你台灣不是難民 你為什麼參加難民隊 應該是中國人去參加難民隊 不是我們去參加 我們應該有另外一隊 叫做台灣啊 台灣隊啊 可是他對台灣人 對裡面 我們國人來騙 說這是台灣隊 拿到什麼牌 對不對 台灣與哪一國斷交 胡說八卦是Chinese Taipei斷交嘛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有退出嗎 沒有啊 中華民國一直在裡面 你知道嗎 只是換人去代代表而已 現在換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中華民國再聯合國 他是創始會員 怎麼可能退出聯合國啊 不會啊 是你中國的代表換人 你蔣介石是難民啊 你憑什麼代表整個中國 你知道嗎 過期他說的都假 你們真的相信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台灣退出聯合國 根本就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我們怎麼會退出聯合國呢 是蔣介石的代表 在聯合國被驅逐出來啊 馬上被趕出去啊 因為你沒有資格代表啊 你看 你們台灣人看 所以 現在事情出來了 三張牌 最近發生那個G7 現在初級班 不要講那麼多啦 給你們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法 對嗎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現在那種叫什麼 最近南海案 海牙的那個Tribunal Court 宣布了 他們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你知道嗎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法院判決裡面講13次 十三次 一次沒有講十三次 講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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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這個名字 你蔡英文做的就是 中國台灣當局 你整個民進黨 拿到的儘管就是 中國台灣當局 你在玩的就是 中國台灣當局 中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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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跟你合作 走不走啦 你不用想搞台獨沒有用的啦 你就是中國人啦 所以他一定去拜託還行嘛 是 動算後一定對 很簡單 所以台灣人有的看不見 我來說這中國牌 這也中國牌 只有這張是台灣啦 另外兩張都不對啦 就要回家啦 就要回家啦 沒錯啦 那一定就是 民進黨一定 可能的台灣人 傻傻的台灣人 空心菜的台灣人 應該要選起來 這就是G7啦 G7要認證台灣民進黨 這個以後再講 這有點難啦 今天是要說這個啦 是要說台灣這個土地 只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什麼 被佔領者 我說沒有啊 台灣有外型人 本身人 什麼人 胡說八道 那是中國人 為了要統治你比較方便 因為他來的只有 一百多萬人啊 你們台灣人有六百萬人啊 你去金牌館 所以怎麼樣 把你分化嘛 把你做一塊塊比較好 讓你之間裡面產生矛盾嘛 可是台灣這塊土地 只有兩種人啊 一個佔領者就是 中國跟他帶來的難民 一個被佔領者就是 大日本帝國裡面的日本人啊 我們是日本人啊 去有證明的啊 你知道嗎 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這才是真正台灣的歷史 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是這樣的 這是事實 這不是我的說法 這件事情已經成為一個案子 告到美國去了 你如果是假的 你不可能在法院裡面提告 對吧 法院裡面 對 我跟你說 政治人物是把你騙的 把你發的 對不對 把事情搞模糊 政治人物為什麼要搞模糊 他這樣才可以上下起手 政治是搞模糊 但是法律是把你釐清的 把事情做得更清楚 讓你看得懂 所以你一旦到法院的時候 就不可能再跟你胡說八道 對不對 你敢胡說八道你這個案子 你就輸了嘛 你敢胡說八道 透過律師在法官的 不要講台灣的系統 台灣的系統問題也多 我們現在對於法官的印象都不好 但是如果在美國的法官 法院裡面的法官 就不是這麼容易當的 不是大學畢業 考科兩年法官 考試就當法官 不是 他們要律師職業多年經驗以後 變得很厲害 才可以去 從法院的一些職位 開始慢慢做 做到最後才當法官 要有人身經歷 要頭腦很清楚 然後律師之間互相競爭 最後的結果 才能當法官 不是阿狗阿貓可以當的 不是大學生 二十幾歲就要做法官 要判斷人世間的事情 變生死 哪有可能 年輕人要變生死 自己生死 就搞不清楚 還是變成人家生死 所以很多恐龍法官就這樣出來 這個時間不多 我們就講 我為什麼要講台灣史 為什麼第一堂課 要講台灣歷史 就是過去你的台灣歷史 解釋權 都讓這堂中國人 為了要把你通知更方便 把你編一套故事 灌在台灣人的頭部 那為什麼 我要跟你講 真的歷史 讓你整個台灣人 撐起來 你再有辦法排毒 把這個毒手排出去 你怎麼排毒 吃健康的食物 毒就出去 你不可以繼續吃毒 你毒就排不出去 對不對 你一定要吃健康食物 取代那個毒才會出去 健康的進來 毒的就出去 健康的告訴你 什麼叫健康 我們從人類歷史開始講 幾年 所有人類都是以部落的形式 存在世界上 什麼叫部落 Tribe 什麼叫部落 Tribe 什麼叫Tribe 就是很多的家庭 為了什麼 生活比較容易 因為 對不對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共同的水源 對不對 還是共同的種植範圍 住在一起 變成部落 以前所有的人類 都是不同部落 生長在不同地方 根據大自然給它的東西 到之後 不同的住養之間 燒到會怎麼樣 碰到一起會怎麼樣 部落跟部落 燒到會怎麼樣 燒到會怎麼樣 燒台 有沒有 其中一個燒台 另外一個是什麼 燒到會變得更大 它會越積越大 這樣別人就不敢氣味 對不對 所以越積越大 到那邊 Kingdom 王國 王國的尺寸就跑出來 那個就很大 以前英國有很多王國 在United Kingdom 就是聯合王國 俄羅斯也是不同國家組在一起的 以前歐洲都不同國家燒到會 日本也是不同的地方燒到會 對不對 中國國是不同國 徐國 齊國 秦國 以前都不同國家組在一起 那是不同人 部落組在一起 不夠大 聯合國 對不對 大英國協也是不同國家組在一起的 美國也 United States 當你的尺寸很大的時候 人家就不敢欺負你 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後來 一定會走向這條路 但是部落過去燒到會怎樣 會抬 抬那時候是怎樣抬 全部殺光 不會給你留活口 但是後來覺得這樣不對 抬了之後 要我土地比大 也是要人家灌 不然有人會怎樣 所以我就做一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叫部落戰爭 到現在為止還是部落戰爭 那時候我講部落戰爭 我會說大山老師 你說那過去了 那這句已經 錯了 最近就要發生 是不是 敘利亞難民是不是就部落戰爭 中東在打就部落戰爭 把人家斬首 把人家頭砍下來不是嗎 出炒啊 我們也有出炒 中東也有出炒 美國也一樣 對不對 所有人類的社會 為了權利都會鬥爭 結果 我只會帶你更厲害 更用的 我只殺你男生 女生跟老弱婦女 老奈 做什麼 會冷喔 會冷 再加一件衣服再來 來 每天就是資源回收人 就是叫無頭人 每天就是這樣 你又生努力 努力又生努力 我要你繼續生 我永遠都有努力在幫我做事情 對不對 這些人叫什麼 沒頭的人 我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這個字是我Coin出來 Coin叫什麼 我創立一個名詞 叫做Coin Coin的New Term 叫做資源回收人 叫Recycle Recycle Recycle不是 叫本手的人 是說你這個人好像 本手被淡掉 後來又叫多多 還可以使用 叫做資源回收人 這群人本來要被殺掉 先拿來用 怎麼用 每天叫你工作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 睡覺 唱歌 吊舞 買東東 就是台灣人現在過一天 你每天是不是在努力上班 賺錢過生活很辛苦 然後時間到凋水給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養了一批 中上階級在那邊享受台灣人的成果 是啊 所以你看他努力永遠都在下面 爬不起來 求本手都是台灣人 那不是 就是這樣 來 部落戰爭在政府對方之後 統治的手段是什麼 三個 宗教語言姓氏 過去要比較好管 跟你通知 不准你拜過期的神 你如果再拜 拜會出事 你知道他跟我一樣嗎 跟他一樣 就要找他的金 所以他們來用宗教 叫你拜中國神 所以他以前大清帝國 他們過去 他跟他說 在大清那個地方 部落戰爭打得太多了 他太知道怎麼處理台灣 這堆落後的 那時候我們跟部落 我們所謂的 青藩 我們都青藩 躲在上面 剛才中國來的那種 無違法 他也是說要跟你打 跟你打也是贏 他才不要打 直接把宗教語言信事送你 所以你現在的生 都不是我們台灣人的生 都中國生 你不要以為這是我們的生 這不是 那辦的生也是中國生 台灣人 我說不知道 你說的 你說台義是台灣人的議員 也不是 這也是從中國來的 跟我們的邊部組 議員聯合作 什麼西來亞語 什麼不同組 語言混在一起 在產生我們所謂的台灣話 來簡單的把歷史 用一個圖片告訴你 四萬年前 我們是部落形式 在台灣這塊土地 為什麼四萬年 我待會跟你解釋 為什麼是四萬年 怎麼樣 為什麼是四萬年 這有時間喔 這個風可以關小一點 沒關係 四萬年 然後再來大都王國 台灣這個土地 我現在說台灣的歷史 四萬年前 一直到現在 到最近十三十四四季 幾百年前 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這幾萬年來 人類的航海技術 沒那麼厲害 對吧 所以呢 只有少數在移民 真正來 進來的是到十三十四季 有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 不同國家來台灣做什麼 殖民 什麼叫殖民地 什麼叫殖民者 英文字叫做Predator Predator就是掠奪者 掠奪者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這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當你還漂亮還漂亮的時候 他要用你 但是你老了壞了 或者出什麼事情 他就把你丟到一邊 很現實 這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殖民地有很多資源 我就剝削 對不對 殖民地的資源被剝削完了 就不要了 就這麼簡單 趕快坐下來 殖民地的資源剝削完了 他就換一個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以前在屏東外海 屏東外海 美軍的軍艦在那邊擱淺 結果美軍的軍人就上岸 上岸的時候怎麼樣 全部被殺掉 被誰殺 被我們的高砂族 全部殺掉 結果美國一知道這件事情 氣得要死 馬上跑到大清帝國去告狀 欸 你看我們人都抬了欸 抬死去 賠錢 對不對 大清帝國說 說這句話很趣 大清帝國皇帝說 欸 那是化外之民不歸我們管的 法語不法由貴國制裁之 我是很黏的 那就是說 這人不是我們人 他幫你們帶 你找他算是 不要找我 跟我無關 我只是殖民者 他是殖民地的人 還有是化外之民 不是我們管的 我們不用替他負責 所以第一次 台灣人跟美國簽條約 是我們的高砂族跟他們簽的 和平條約 拜我上岸 你不能跟台灣簽合約 同意之後 這樣做 有趣味喔 真趣味嘛 所以 其實中國人裡面 罵集的台灣就是殖民地 落後沒有人要來的啦 這樣啦 再來 這些殖民者會搶 搶到最後誰最大 大日本帝國最大 打敗日本之後 跟台灣朋友拿著手套 拿著手套 這次來的 這不是要跟你交代 他真的要跟你結婚 男生跟女生結婚 要做什麼事情 請你吃飯嘛 送你花嘛 買漂亮東西給你 為了要娶你嘛 對不對 所以大日本帝國花50年 建設台灣 大量的錢進來台灣 建設台灣 改變台灣人的語言 最後水水就搶一門 所以大日本帝國在1945年 4月1號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你知道嗎 有條約啦 你以前是未婚的狀態 給我們起婚的 隨便人家來的 現在不是喔 我是已婚的人喔 我是結婚的喔 我是有國籍的人喔 如果戰爭發生的時候 出什麼事 我戰書 我是誰的太太喔 你不可以隨便對我怎麼樣的喔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拿那個 我們的台灣民政委身份的ID卡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它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後代啊 如果這個身份證一跑出來以後 美國就不敢隨便對你怎樣 不能把你當作中國人來處理啊 過期台灣人不知道 想說我們的身份已經可以拿到 想說人動 中國人比較好 但是沒有想說更慘 中國人說 你要做中國人喔 真好 來 說中國人 你要做中國人喔 真好 去做兵 你要做中國人真好 驕債 你知道被佔領地的百姓有一些 國際的公約在保護 你一旦被佔領地 你不用當兵 你不用繳稅耶 你不應該繳稅的耶 像波多黎哥那邊 不用繳稅他被佔領地耶 你需要接受他們保護 美國要派兵保護我們 不是我們自己要去佔衛兵耶 你根本不用當兵耶 你這個自己的權利都搞不清楚 你狂狂去做中國人的兵 去死死死死得不知道的人 為誰打 為誰戰爭啊 你當什麼兵啊 你知道嗎 我們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這個ID卡一出來 他就要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來處理我們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啊 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現在有台灣人 中華民國買武器 叫我們台灣人買單 很可惡耶 包括蔡英文更可惡耶 國建國造還是用台灣人的錢 去做中華民國的兵 混蛋喔 真壞 台灣人講得真正有春耶 好啦 大日本帝國 來手機請關機 我上課一定不可以這樣子 已經好 來大日本帝國 做了一個叫做 英文叫做Permanent Change 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什麼叫永久性的系統 你已經是已婚啊 你不是未婚啊 已婚就是已婚 那個狀態已經改了 你的Status改了 OK 那問題為什麼 那你的問題就來了 我已經已婚了 為什麼現在是八月十步在我們家 請關機好不好 來 請不要關機 要關機才可以 不是把它 來 這樣打擾 來 但是現在又是另外一群人進來 為什麼 很簡單 二次世誕我們戰敗了 輸了什麼人 美國 美國人這個要求 過去跟你招待那些傢伙 再招待你一次 這麻煩喔 這麻煩大了對不對 但是呢 你這個時間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用法律去告他 你幫我做 做這些都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所以美國現在怎麼樣 他要恢復他自己佔領 按照法律來恢復他自己佔領 他的委託人全部違法 但是他現在要走 對不對 那種刀走 我們用法律趕他走了 所以他的招勞 寬集你的招勞 現在所有的現象 台灣現在所發生的所有的現象 都是在招勞的動作 全部在跑路的動作 看得出來嗎 所有的政府單位一個一個猜測 所有的錢都沒出去了 我剛才說 錢沒出去了 人在跑路 對不對 他錢都在海外都看得很好 但是一堂傭人 在台灣 他不願意他跑 你知道 本土牌 台南 民進黨 所有號稱以台灣人的政黨都是 什麼時代之類都一樣 你都是中華民國體系裡面 這堂傭人 他觀點不願意改變 他愚虐 愚虐 當然很簡單 你先搞清楚自己是誰 你才知道為什麼活這一生 我活這一輩子到底是誰 你先搞清楚 Who I am 我是誰 先搞清楚 過世你都不知道 我是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人 我是澳大 我是澳大 胡說八道 現在出來了 你到底是什麼人 由你的血液決定 FOMOSAN 這個在科學上 可以被定義出來的血統 再來 你是哪一國的人 你是台灣人 我沒有懷疑你 但是你是哪一國人 你搞清楚 大日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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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透過法律來決定 這不是血統 因為大日本帝國有不同血統的人 但是都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對不對 OK 我們不是 我們是因為法律上 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人 再來 group identity 要認同哪一個族群 我們是小地方 當然 認平 你要選擇 你選擇 世界第一宮 第二宮的 就是美國和日本 才會去 認同澳大的中國 不可能 來 這是科學 國家地理頻道 有沒有聽過 National Geography 你打Google 打一個字 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遷徙圖 你知道嗎 你傳宗接代 跟你先生結婚生了小孩子 你身上的DAA比一半 出一半 先生出一半 跟這會生下一代 對不對 所以你家的小孩子生出來 不是像你就像你先生 不是像你就像你太太 對不對 如果像你們隔壁鄰居 就很奇怪對不對 聽不懂 對不對 可以像你們不同家族都OK 這就表示什麼 DNA表現出來了 但是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突變 突變就變成一個記號 這記號 只要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小孩子 都有這個記號 那就可以倒過來追 最後把所有人類 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都追 全部追出來了 這個圖 它收集了80萬 像90萬個樣本 sampling sampling就是我抽樣 90萬可以檻蓋全世界 所以它把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全部畫出來了 這個是線 有黃色線 藍色線 之後再解釋 但是有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到哪裡 最後到南美洲 經過什麼 北美洲 經過什麼 阿拉斯加 經過什麼 俄羅斯的邊境 追到最後 所有的人類 箭頭的開始都是來自一個地方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你們地理好不好 非洲 東非 非洲 時間點多久 六萬年前 六萬年前 不知道什麼理由 人類全部離開非洲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但是這裡面 主要有三個支派 一個支派往歐洲去 一個支派從南亞這邊去 一個是從這邊過來 主要有三大支 那往歐洲去的話 欸 有的人說 大三老師 我不要有興趣 台灣人對著要來 好 我們來追台灣人 台灣人在這裡 台灣人在這裡 對著有非洲出來了 來到南夜門 再來來到什麼 印度 再來 印尼 馬來西亞這裡 再來 來台灣 時間點現在已經四萬年了 經過兩萬年來到這裡 再來去哪裡 再來去哪裡 日本的 你就想像 有一群人 不知道什麼理由 來到印度 覺得這地方很漂亮 就住下來 變成印度人的祖先 八億 九億人 有的人繼續走 走到印度尼西亞 就變成 那時候沒有這個國家 來到這個地方 爪哇 印尼 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 就形成五億 六億人 就變他們祖先 我們祖先一直走 走到台灣 覺得這很漂亮 流下來 變成我們的祖先 時間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之後 就大街道 開始生團 我們的後代 我們的祖先 四百年前已經來到這裡 這有可考的 你知道嗎 有科學證據可以考 我們現在是看DNA 所以這計畫的主持人 叫Dr. Spencer 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那個冷氣又變得開始濕了 不好意思 變成humid 所以 去到日本之後 再來去哪裡 朝鮮半島的北部 所以現在的韓國 再來一支所謂的中原地區 最後停留在貴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南部 我不講貴州 那是現在的地理觀念 過去就是歐亞大陸的東邊的南部 這樣比較正確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看這個地圖很開心 韓國人說 哇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哪裡 因為中國人很討厭韓國人 可是事實 韓國人沒有講錯 真的有一部分的中國人 是從韓國過去的 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 你會不會看圖 韓國人是從日本去的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去的 所以 慎中追遠 中國人要追到台灣 對不對 沒錯 日本人也要追到台灣 所以最近 你看看 日本人在做這個 NHK專輯報導的 國立科學博物館 冒險的企劃 你看 三萬年前航海 日本人終於醒過來了 知道他祖先從台灣去的 過期都不知道 他什麼徐福還是蒙古人的後代 根本不是 他的祖先從台灣去的 你看 這科學家 這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這上個月 他們才做這個project 你看看 他們每個點都挖到 三萬年前的 三萬六千多年前的骨頭 去搖 去搖出來 台灣人搖不出來 因為 中國人真的跟台灣 都去出 真正裡面的那些 考古都沒有好好做 好好做的話 全部挖得出來 你看 中國人就是要 隱瞞台灣人的歷史 要騙說 我們的台灣人 祖先從中國來 根本不是 祖先從台灣去 所以 說什麼 慎中追遠 中國人就會追到台灣 中國這個地方是什麼樣的地方 好幾種人 有從黑海離海來的 有俄羅斯蒙古下來 有西藏上去的 幾十種人 在幾萬年前 2萬年前 來到所謂的 中國這個地方 中原地區 混雜在一起 部落戰爭殺來殺去 對不對 以前 秦朝是不是突厥人 什麼金人 女真人 都不同人在裡面打 殺來殺去 部落戰爭以後就混了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大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沒有錯 中國人是雜種 十幾種人混在裡面 幾萬年 絕對雜種 中國只是一個政治名詞 沒有中國人 這事實上沒有中國人 它是一個政治 一個地理名字 上面所有人叫中國人 就像所有人叫蘇聯人一樣 很多種人 你問中國人是什麼人 漢滿門回葬苗窈 說一堆 四十幾種 隨便列出來都一堆 誰是中國人 沒有人敢講 沒有中國人這種東西 有的話很簡單 請告訴我 中國人的血統什麼 定義出來 它拿不出來 它不曉得要找誰的血 但是你如果要找台灣人的血 有辦法 抽出來 就是跟中國人不一樣 你首先你要說我是中國人 你要去定義中國人的血 那你拿不出來 你拿不出來就無從證實起 反而台灣人 因為在這土地上生 有幾百萬年 沒有跟外界混 所以我們相對蠢的 已經雜種了 所以你每個親民節 你台灣人 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說我拜我的祖先是中國 你就被祖了 台灣人就被祖了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被祖了 被什麼祖 被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我們的祖先在這邊四萬年 沒跟人家混耶 相對是蠢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日本人的祖先 所以日本人自己做科學 用DNA來做啊 自己科學證據啊 不是編故事啊 他們還做一個超準 模仿三萬年前 他們的先民是怎麼坐著 跑去十元島 一直沿著島這樣跑跑到日本去 考古證明的 對不對 這就是什麼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這道都出來給你看 這是其他地方的考古 我說的那時間點 絕對沒有錯 我們剛才節目講這 四萬年前就來到澳洲 所以你應該在澳洲 挖得到四萬年前人類的痕跡 對不對 果然沒有錯 你看 Indonesia 它這邊有四萬年前的壁畫 這是澳洲在四萬年前的壁畫 你看那怪怪的東西有沒有 超人看過沒有 年輕人看過超人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沒有吧 沒有啦 沒有頭的超人 你在哪一部Marvels的電影裡面 沒有頭的嘛 都有頭嘛 它是沒有頭的 只有在我這邊可以出現 我給他抓一隻給你們看 什麼叫沒有頭 就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就是我剛才講的無頭人 他只有身體功能很強大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沒有效忠對象 要講這個 你們來這邊就是要當民政府官員 還來上課的嘛 對不對 要做官員 不管你是哪個單位 你是來當官的嘛 當官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們在這裏 沒有超過一千人公司的陶吉 沒有嘛 不明白吧 一百個人都沒有管過嘛 憑什麼來這邊要當官 要去管多少人 四千個官員管 兩千四百萬人 一個人管六十萬人 你怎麼管 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緊張 不用擔心也不用緊張 為什麼 歐巴馬有沒有管過兩億人 對不對 他是當美國總統 突然管了兩三億人 因為他系統對的時候 你就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就可以管 你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架構 但是你要當官 我還是要給你基本的訓練 基本訓練第一個 把你要管的人先分類 你可不可以全部混在一起管 不行 你不可以隨便換地方 你首先要 會認人嘛 對不對 你們公司的會計 可不可以去當Sales Sales可不可以當行政 行政可不可以當經理 不可以嘛 因為每個人個性都不同 會計就叫我獄錢 對不對 Sales一支嘴 全家說嘛 對不對 全家賣的東西 經歷就經歷做同管的事情 倉儲去倉儲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性 跟專長 對不對 你不可以藍的做 你會不會放這個公司 在我們哪裡 所以你當主管 第一件事情要學會認人 把不同的功能的人 放在對的位置 這就是一個主管 當領袖要做的事情 你當領袖 不是每天去管東管西 你要負責把人放在對的位置 事情自然就做起來 所以你要有管理者的心腦袋 我就教你們怎麼分類 分三種 有頭的 沒有頭的 跟四肢腳的 什麼叫四肢腳的 就動物 對不對 過去高雄 有很多年輕人 晚上沒睡 騎桌外 飆車 看到人 拿刀 警察抓起來 欸 年輕人晚上沒睡 做什麼有事 可惡 你知道那個年輕人 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在警察局那頂人當中 講一句話說 這沒錢 送 送 警察聽了之後 這是人話嗎 他是不是講人話 這不是人說的嗎 不是啊 這不是人話 這叫動物講的話 因為他是動物嘛 所以當他有獵食的本性出來 他就想出去獵食 看來漂亮的女人 就瘋狂 看來有東西 他吃就唱 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你懂嗎 當他獵食本性出來 他就想去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講的是動物的語言 那如果是動物的話 是怎麼樣 用食物就可以控制動物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大象 金雞獨立 你可以控制獅子跳火坑 對不對 你可以控制海裡面的殺人精 跳起來吃你那一小條 就是食物可以控制動物嘛 我現在在說人 這一定人好像動物一樣 你用食物就可以控制他 可以讓他從台灣 跑到中國去工作 也可以讓他從中國跑回台灣 隨便他 你只要有食物跟著他 就跟著食物走 就這樣 人跟動物一樣嘛 所以你只要給他足夠食物 他就乖乖乖 你給他吃不飽 他就要鬧 就要上街去抗議 這種人你不要小看他 他不一定是社會的底層 他可能很好的 開的是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你知道嗎 就像動物一樣 當他想要賺錢的時候 他差點去死 他不管人家死活 是不是像動物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很多東西 都是動物做給你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吃的有毒的東西 都是動物做 因為他不管我們的死活 餵東西給我們吃 以後吃東西 怎麼可以讓動物做給我們吃 會有出問題 對不對 好啦 這是動物 你不要小看這個 在我們社會裡面 百分之四十的人 百分之四十的社會人數 都是像動物一樣 在思考的人 另外百分之六十是什麼 這點 無頭的 無頭就是沒有效忠對象的 誰做都好 國民黨來 有他飯吃就好 對啊 這點人就說 誰觀都好 有效率最重要 他要求是效率 他不管效忠誰 對不對 他這種人也可以當市長 號稱智商138 當我們台北市市長 對不對 智商很高對不對 沒有頭的人 他以當皇民為辭 對不對 現在跟中國拔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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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他的底 給我們掀出來 你從你的行為 我就知道你的腦袋在想什麼 不管你書都會唸 會糟糕 但是我要講最上面那種人 有頭 什麼是有頭的人 他注重的是真善美 我講一句 你們可能不會馬上聽得懂 他們認為 沒有真理當做基礎的善 是偽善 沒有真理當基礎的美 是disguise 是偏人的 這是虛假的 你知道嗎 沒有真理當基礎的善 是偽善 譬如說我跟人 弄死 他做偏人的事情 結果假好心 去損物件給人 那就是偽善 因為你沒有真理當基礎 你竟然害了 後來出的都假笑 對不對 所以女生突然有男生送你花 你不要太高興 你要看他之前做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老公送你花 他是怎麼樣 是什麼狀況 對不對 突然銀行多給你五萬塊錢 欸 欸 對不對 你要懷疑 我不是要挑撥離間 我講說有頭的人過去 你知道熱身療療療院嗎 裡面都是什麼 麻縫病人 對不對 麻縫病是什麼 末端神經被細菌吃掉 台灣人看都怕 怕自己去過 都沒有人想碰麻縫病人 可是美國的白人 高高大大又帥 娶了老婆又漂亮 又帶一個可愛的小朋友來到台灣 不會太多會 全死人 快就不吃了 台灣人就在熱身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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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們台灣人很甘心 先寫個錢匪 十萬塊 五萬塊 要把他扯好給他 要把他扯好給他 把他扯好給他 把他扯出去 要捐給別人 把他扯掉了 其實他把他扯掉了 因為他這一生活的目的 是要取悅他的主子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 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 他就做這件事情 你給他錢有什麼用 他一生是要討他的上帝的喜歡 所以他乖乖在那裡走 你這人有錢沒有關係 如果今天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叫他去非洲 他就乖乖去非洲 他也不敢來台灣 他就變成死歪者 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雷沙修女 你知道嗎 端看他的主子高不高興 叫他去哪裡 對不對 所以他這輩子就是以取悅他的神 為目的 你錢跟他無關 但是對於這批的人來講 他唯一能夠表現的方式 只能給他錢 因為錢是他的語言 這批沒有頭的人 對於什麼東西都要用錢來解釋 知道嗎 看他藝術品看不懂他的好愛 但是你剛剛講這一幅畫 幾億賣掉了 這一定好 可是他自己沒有分辨能力 你知道嗎 簡單的跟你講就分類 但是我要你們來一次 要當這個有頭的人 有效忠對象的人 對真理要很清楚 請問你們今天來上課是因為 因為上課接受改變的請舉手 來這裡上課希望改變你自己 對 好 請放下 錯了 錯了 大山老師我說的怎麼不對 我這樣騎去怎麼不對 我希望改變我再來的 大山老師說話 你怎麼想 簡單一句話 你們有沒有結婚交過男女朋友的 有沒有跟父母親相處很久 每天跟他講話 每天跟他相處 你憑什麼你認為來我這邊上課兩個小時 我就改變你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那你應該在下面問 大山老師 這樣我來上課是要做什麼 我不能改變啊 我來上什麼課 你沒有想過嗎 了解真相這樣也不夠 你目的要了解 了解真相沒有用 要改變事實 對不對 如果我不能改變 我來講 那你來上課幹嘛 我給你答案 告訴你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不是不用希望不用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就是這種聽到 聽見法理就撐起來的人 現在了解嗎 你本地就是對事情的 是非對錯很認真的人 再來上課 你才聽得下去 要不然就在後面嘟咕了 說什麼有的 我怎麼聽到沒有 對不 外面一定人就是這樣 但是你這個法理 就是事情很認真 對還是錯 因為你在外面的社會 你們看到新聞都不對 賣賣賣賣 都互相矛盾 拌錢拌錢 繼續做工 做工 怪怪的 選誰人站都是 對台灣人不理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會覺得奇怪 出去要拿那個什麼 流亡難民旗 那不就覺得很奇怪嗎 你又說你中華民國 人家不承認 總統坐飛機到美國 人家不承認 你會覺得錯亂 所以你來這邊 我告訴你真的法理 你就醒過來 過去在不對的土壤 鬱毒的土 土裡面你摸不大張 現在來這裡 我給你盡力 給你事實 所以你來民政務 只跟你講幾個 事實是什麼 法理是什麼 邏輯推理 歷史上的文件 這幾項就好了 春天我沒要說了 可是你本來是這種人的話 土壤對了 營養吸收到了 你就馬上長大了 就變成小樹 後來變成大樹 還可以結果子 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來 你們來這邊上課 我在做篩選的工作 胎啦 胎啦 胎米啦 比較大力 人一年我撞起來 麥糊糊糊的 彈掉風吹就走了 就是這樣啊 我是要來這裡 胎人的 胎米啦 不是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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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是要當這有頭的人 有頭 對事情的是非 這就是才足夠的資格當官員 你要邏輯推理很清楚 通常要很清楚 不要一下就被人家帶著到處亂跑 好啦 時間八點半 趕快走 今天要說一次 叫做合作曲 法則 法則是什麼 就是一套系統裡面 我覺得有點難 跟你講這麼難的字 Stay-fast adherence to the same principle course 指一個形式系統之之間不含矛盾 應該聽不懂的說什麼 好啦 給你們看圖好了 來 這個圖看得懂舉手 沒有 來 這個圖看得懂舉手 沒有 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這樣好不好 反過來問 看不懂這張畫的舉手 你都看不懂嗎 看不懂要問喔 看不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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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搖頭 那我問你一件簡單的事情 請問他畫的是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 飛機大炮嗎 不是 搖頭 你剛才說你看不懂 是不是畫飛機 不是 你知道嗎 他是有的人嗎 你看 你知道嗎 你看有嗎 他是有的男人嗎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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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 誰 對 瞠 幾個人 五個 你還算會出來 你看得懂嗎 你看得懂嗎 你知道五個人 又是男人 德 Tôi 不要說你看不懂 你以為你看得懂是不是 這個 有沒有人看不懂 對不對 沒有 大家都看得懂 做什麼生的孩子 拜託 這不是 不是啦 亂說 這又是維納斯啦 旁邊叫做天使啦 不是生的啦 你說你看有 結果你看沒有 你說看沒有 結果你看有 大人飛機了啦 對不對 我請問他現在在做什麼 我跟你講答案啦 沒有時間讓你猜啦 大號啦 他在放賽啦 怎麼是你還懷疑我 怎麼是 你的Toilet of Venus 英文你看不懂 我跟你講 Toilet就是Benzel的意思啦 維納斯上大號啦 這樣啦 不用懷疑啦 我是教這方面的教授啦 來 不管哪一張圖 它都有Consistency 叫做一致性 這叫做立體化派 這個叫做 什麼叫立體化派 不需要嘛 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 這樣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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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所以你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東西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所謂的立體化派 你知道嗎 這是百幾年前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 有的畫圖 你現在又看沒有 表示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退到幾百年前了 對啊 你練五百年前 這也看沒有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不是這個 所以我要講說不管你是哪一種畫派 有一個字跑出來叫一致性 就是你要畫 這叫一點透視法啦 那你就要從頭到尾都要畫一點 你如果立體要全部都是立體 你不可以混著 混著的話就變成這樣子 全部亂七八糟砸在一起嘛 又一隻腳踏出來又是什麼 那叫做混的 沒有一致性 所以我要告訴你這就是 一致 我今天來這邊上課 穿西裝打領帶 我右手穿球鞋 左邊穿高跟鞋 你們會覺得再給人打個派 會啊 就沒有一致性嘛 對不對 那我要講的一致性 這個字很重要 因為整個宇宙中有一致性 無中裡面 什麼叫一致性 就是放到宇宙每個地方都準的道理 那是什麼道理 萬有引力嘛 所有宇宙中都有萬有引力 兩個東西在一起就會產生引力 那所有東西在全地球上都一樣的標準是什麼 地心引力嘛 對不對 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就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你東西放下去就掉下去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就說放租地球都準的道理嘛 就叫一致性 好啦 講到這個就有語趣了 所以你要寫建築法規 一定要考慮地心引力對不對 你要寫建築法規 你要考慮地心引力啊 你一定要有相當的結構啊 才可以支撐多高的房子 你如果要寫 你現在知道嗎 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你就要顧慮到大自然的法則 你寫的法律要配合大自然的法則 沒有錯吧 你如果不配合是誰倒楣 人會倒楣嘛 對不對 有一種法則是宇宙在運行的 你不可以違抗它嘛 所以你所有寫的法律都要怎麼樣 the law nature law 自然法則 基礎上面建構你的法則 有什麼司法 而且你也要覺得 你不是總計的 必須要談战战法 你會看 那一些違法 變得到 說不動 我們在法院裡面就在證明對方 你都在證據跟你所敘述的內容不一樣 你就贏了嘛 對不對 那你告美國什麼 我們首先要美國承認 你是不是舊金山合約條約 舊金山合約是不是還有效 美國不會不承認 明明是他的土地一蓋放給別人 不可能 所以他當然會承認舊金山和平條約仍然有效 那你承認舊金山和平條約仍然有效 表示上面法律講的就是事實 那根據第四條跟二十三條 你是不是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說是 那是的話為什麼你沒有自己來佔領 他說我找代理 那你代理來是不是也要遵照法律 他說是啊 按照佔領法國際法 可是他叫我們去裝當兵 他發我們身份證 發我們護照 他完全沒有照佈來 全部違法 那要向他告 美國就緊張了 馬上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按照法律來 你知道嗎 是這樣我們護照 護照才發身份證 護照的身份證 有今天在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我們在執行這條事情 越走越光明 人越來越多 就是這樣 台灣人不管你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不管接受不接受 那都時間過去 以後你要拿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去區公所拿 我們前面知道來的人叫做革命先行者 你知道嗎 好啦 不要說那麼多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決定命運 再說一次 歷史的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台灣人的立場 台灣人的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採用一些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未來的命運 過於台灣人就是搞不清楚史觀 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影響台灣人的立場去選中國人 立場左右選擇所有的選擇 都去膠水 去做山 產生行為 繳穗啦 當兵的行為都出來 最後台灣人的命運就被鎖定了 被中國人吃掉 就是這樣 我們好解釋有這個法律 把你台灣流亡史的史觀淡條 重新建構新的台灣人的史觀 真正從歷史科學角度切入 台灣人都要趁起來 不要再讓中國人那一塊 民進黨跟台灣四百年的立場 李登輝講得太可惡啦 四百年是什麼 中國人幫你統帝啊 進去四百年他跑掉了 這是真正台灣人的歷史 你說的是中國人 支那人的殖民史 你怎麼會去認同那個呢 你怎麼會去拜他們的神呢 蔡議員當選怎麼會去中列祠呢 蔡議員當選怎麼會去拜中國神呢 奇怪了 你高雄的東京全人去拜 那就表示你去認祖歸宗嘛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黨的人去 禁國神社嘛 吃幾年人吃嘛 所有的大日本帝國的人 死了 共拜 為了大日本帝國死了 就是在禁國神社嘛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每年要去禁國神社 八月十五 然後到十二月的時候會去 天長節去拜日本天皇的譚舊比 他的誕生 他的生日我們會去 台灣民進黨一定會去嘛 我們就是認祖歸宗嘛 蔡議員當選人跑去中列祠 認中國人的祖先嘛 我們在認我們的祖先嘛 你知道嗎 我們是法理上的 讓我們祖先更早 對不對 以後這個還有另外要澄清的部分 再來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裡面有要管這麼多人耶 這裡面這個廣場上只有三十萬人 六十萬是這個的兩倍 你會不會怕到 嚇死你 我告訴你 請問 你現在當民政委官員 你要來當之後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誰給他唱 有沒有 他現在要做廣言嘛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誰給他唱 沒有 大家都這麼聰明喔 對啊 你不能說人民最大 人民最多這麼多 每個人都不同聲音 你要聽誰的 對不對 過去民進黨就騙了 人民最大的 你又歡迎他 結果他最大的 他才不會聽你的聲音嘛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現在要欠的是這裡啦 我們欠的是日本時代的歷史 我現在要補起來 今天時間沒多 所以我講得很快 這是過去的台灣的歷史耶 這是過去的台灣的歷史耶 右半邊共接不起來耶 這是過去的台灣的歷史耶 沒有耶 沒有耶 這是高山主帝通敵的 大清只有控制著 你就正成功佔台灣對不對 就這麼一小塊 來 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 世紀 1895年到1945年 補充那50年 你不知道那50年 1945年 第一代總督 跨山之地 軍政轉民政 領台三後 租稅結明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 確立台灣總督府 平衛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地方法院 你就想像你是一個官 突然一個土地給你 你為什麼要管 錢就要先來嘛 所以銀行一定要嘛 大阪中立銀行是馬上就要進來的 到處建設都要錢耶 對不對 技術人員 什麼後勤補給都要進來嘛 你就看事情要進來嘛 你覺得日本人怎麼做台灣嘛 1896年第二代總督 貴太郎 這就是下面的照片 接著有華山之記 記得貴太郎人的照片 這是乃木西典的照片 這是鵝魚元太郎的照片 這是後藤新品 這哪有後藤新品 我跟你講 這是總督 但是那時候負責的人是後藤 歐都新北 你看 警察私獄官養成機關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失業 地籍調查 大小竹絕地方規則制定 基隆跟高雄港竹港 全島鐵路鐵道建設 便宜一間 醫學院就要來 便宜一間醫學院訓練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二十年計畫 產族 不能把腳踏 行業 神社 學校 教育 每樣都來 再來 這是日本 大日本地方 來 我給你講得快 特別介紹其中一個 那個總督叫做 這個 田建智郎 田建智郎在1921年 大政十年的時候 他當台灣這邊的總督 為什麼提他 因為那年日本天皇來台灣 天皇的王儲 就是還沒做到天皇 但是他在 還說皇太子的時候來台灣 他買到台灣那時候 台灣有一個人寫破 他說 不要來啦 這裡很亂 結果總督說沒有 他寫了一段尾 天皇回說 這人民 你看 台灣思想的惡化 是因為在 東京託宅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 他是社會主義 但是他沒有很危險 一般的人民是非常順利 你要把他 一視同仁勝二 沒有危險 你也讓他來 很奇怪 我問你一件事情 大清帝國裡面的台灣人是什麼樣子 大清 大清帝國人人眼中看台灣人 叫做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男無情 女無異 那時候的大清統帝台灣很亂 沒有錯 人平均說明35歲 真早死 20歲不到做老闆 三十幾歲就做老闆死 平均說明 那是無菸臟氣的地方 沒有人太大了 以前是大清通帝的 比較是這樣 很老闆的 但是他那時候說 欸 但是在那天本人的眼睛裡面 看我們是 忠實順良 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表示你會要通帝嘛 女生過年那時候回娘家 老闆不敢問說 別人家是過一隻過有好嗎 女生當然為了面子說過很好啊 老公對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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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那表示什麼 沒問題啊 真的為了面子我這樣講嘛 但是你如果真的過得很好的話 會笑眉眉嘛 很正常很快樂就講出來嘛 所以呢 你說日本時代有好嗎 很多我們北部一代都說 日本時代很好 那是自然的嘛 那是不得別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很自然 人民會這樣子 這種話表示真的 那時候日子管得比你好 所以人民在總督的眼中看來是很好的 可是在中國人眼中看來是壞的 你知道嗎 老公真的對我好 不需要抗議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一九二幾年的台灣人生成這樣啦 我跟你講你們在座女生穿衣服 搞不好都會輸給他 一九二幾年耶 一百年前耶 女生穿的衣服 打扮的樣子比你們還時髦耶 你看他的髮型 你看他巴黎的定制服耶 男生穿的這個西裝 弄的這個髮型 多fashion啊 那真的輸贏耶 那過去的台灣人耶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是這樣耶 那時候是先進世界先進國家 那時候有資納人灌的 那一名灌之後就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的民主都變了 是不是 很可憐耶 你看 這叫做杜聰明 高雄醫學院創辦人 這是我真正的 哥倫比安大學 這是黃曹琴 出賣台灣人這個 跟他媽媽 紅條金 對 沒聽過 過去日本時代你看 台灣人留學非常盛行 有二十萬人留學耶 從台灣出去留學 二十萬人 平均那時候 台灣的小學生 九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人 日本時代到四十三年 這個過程當中 日本人把台灣建設 跟台灣人所有的水準提高 百分之七十一 台灣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百分之七十一 僅次於日本 這段時間喔 你看 這同學路你看 鹽水龍 鹽水安 吳錫緣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耶 我還想說黃曹琴是怎麼出賣台灣人 他說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就是他講的 美國人說你也是中國人 真好 幫你當中國人處理 你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 表示你認同是中國 那就是餘虐 你知道嗎 你本來出事的人 找到南京政府的工作 你就認同你 外交部不是一般人去加入的耶 我講這個 我們看照片 我趕快翻照片 時間沒有多 這過期的 過期台灣人來台灣 中國人來台灣做幾項事情 起床起床抽水貪汙 這樣知道嗎 再講一次 起床起床抽水貪汙 中國人來台灣就做幾項 叫做通地 比較少才來 比較好的官 會跑來台灣要做台灣官 什麼都沒有還要做什麼 起床花的才來 來的絕對不會帶不來 對嗎 一定要帶我們的媒婦 頭一台第二台 又回到中國再取來 沒有人要跟你來 第二台又是四分之一 再來八分之一 再來還有漢人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這種人 這個過期 我告訴你 這是Dr. McKay 馬接博士 馬接醫院那個馬接博士 本來是加拿大人 在美國的Princeton神學 唸完以後來台灣傳教的 他來的時候是馬接博士 你去沾水就看得到 大人搬水器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照片 我先翻完再回來到這邊 照片的地方先放 來 以前美國人來台灣就是 學校跟醫院兩個 這比較在沾水 這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阿婆對不對 沒有啦 這是檳榔西斯 嚇死你的檳榔 他真的在賣檳榔 他自己在賣檳榔 還在賣檳榔 但是過期檳榔西斯 不像現在長得又漂亮又可愛 18歲的少女 穿短裙子很漂亮 這樣不對耶 吃檳榔人口要下降 你不可以叫梅雨 少女去賣檳榔 你應該叫阿婆去賣嘛 阿婆去賣都沒有人敢賣 對吧 馬上檳榔人口會下降 對不對 不敢去賣 對吧 應該是這樣 你應該叫阿婆賣就好 這也是西鄉重道 抱歉喔 阿婆 那時候我們高山祖有壞的習慣 叫出草 出草就是被人打 你看日本軍官的行頭 外面這都是什麼 我們高山祖的勇士 勇士每個人手上都拿一支 鐵鼓 鐵鼓上面都掛什麼 不是菜刀啦 人頭 怕什麼 每一顆都是人頭的 那都是人頭的 你看 婦女在那邊跳舞 你看 加冥華會 你哪在看樓 有一個人在跳舞 日本軍官在這裡 你看他手拿的是什麼 那個人頭 你不要搖頭 我告訴你 我以前說出草這件事 全世界都一樣 你看IS是不是砍人頭 你到歐洲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砍人頭 這跟我剛才一講 一連串故事都有 過去的人戰爭 就把對方的頭砍下來 恐怖但是事實 過去就是斬首行動 美國美軍也用斬首行動 我只抓你那幾個頭就好了 把頭鎖起來 沒有頭的螞蟻西歸軟造 就全部無頭人 就變人家奴隸 人家誰都可以用 對不對 現在台灣人就是無頭 群人無手 蔡英文就是一個空心菜 頭上空空的 做總統 台灣人不知道要去哪裡 讓你生跟人龍生 要逮中國旗 那不是 這就是這樣 你看 我們高插族的頭目 腳兩隻腳中心都放一顆一顆人頭 所以日本人那時候規定說 不能再抬 要給你教育 結果 不快 高插族跑到學校 把老師學生全部殺光了 這個是生還者 因為有一個老師 日本老師 把你們唱在糞坑裡面 之後 其他照片太殘忍 不給你們看 看這個就好了 後來接受教育 你看看 有沒有 就比較開畫 然後第八連隊進出 你看小朋友開始畫畫 用蠟筆畫 比較可愛的世界 第八連隊 你看變先進國 你看那時候 後來沒幾年 台北的第三國路 越重的女生 長得這麼漂亮 會不會看女生 你們女生會看女生 好不好看 有氣質嘛 你們不會看麵手嗎 每個臉都很好看 真漂亮 少女時代 每個都精挑細選 第三國路 你看每個都好看 老師也演得 那一本時代的台灣人 我告訴大家應該生成這樣 鐵路旅館 北一旅的裁縫客 那時候打進馬鈴拉 那這些隊 你看中山黨 那中國人幫你合 那叫做台北公會黨 台北市民 一人叫一國起起來 日本是來就去好了 中國人根本沒有來建設 那個A前有村而已 你看裡面 以前台北公會黨裡面 你看好像那個天皇浴廚裡面 餐廳做得好 你看 撞球室裡面都冷氣 西餐廳 這是什麼 三山樓 有中間那條歌嗎 月色照在三山樓 沒有啦 三山樓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快車道 旁邊種樹有慢車道 三山樓 一本時代才開始有的 那是什麼 以前一本時代有棒球 就有棒球隊了啦 這是南門國小 對上那個 華山國小小學的棒球比賽 所有的 日本時代 全台灣有 我手邊有幾百張的 棒球隊的合照 你看每個人都要有棒球帽 每個人都有制服 每個人都有手套 特別的球鞋 有球棍 有球 還有領隊 有教練 有隊企 就是因為這樣普遍的運動 棒球的這個普遍運動 才有可能打到 後來Canon 加農 有沒有 打到日本的甲子園的冠亞軍賽 你們看過那部電影嗎 Canon那部電影嗎 對不對 去看 我手邊有幾百張 包括高雄那邊軟式棒球 不像中國人來了 什麼紅葉隊 用棍子去打石頭 那是那麼可憐 對不對 中國人不會打棒球 這是台北施工車 日本時代就有了 這台北火車站的前生 台北神社 這圓山超山 你叫陽明山 叫超山 超山 超山好像穩座 像建中的學生 建宗的學生 以前長這樣 大家知道嗎 有霸氣嗎 有 不像現在建宗都是這樣子 頭髒 這哪裡 後久 不是 不是啦 這是我們的台北市火車站 管前路走得比較低 博物 台北普武館 台北普武館 等一下 那個叫熔町 還要換一個中國名叫橫陽路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有台灣的大小街 不是中山路 就是中正路 不是橫陽 沈陽 天津街 什麼街 中國人他掌握你的文化解釋權 把所有東西都換成中國名字 很可惡 以前中山北路 其實叫做表參道 走到上面那個叫做明治橋 下面叫橫陽河 上去叫做 我們的神社 幫你採這個圓山飯店 太可惡了 總督府 然後我以前不常跟他人一樣 臺灣掌握妳 日本時代 過日本時代 這是新公園 火車站第二階段 您看 有一個年紀 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以前穿日本的那種 大學先修班 那時候能夠唸到大學不得了 以後就是教授了 你看他們在做什麼 抽菸喝咖啡 抽菸是不好的學生 可是那個時代是文人雅士 才可以抽菸喝咖啡 他們在做什麼 念排句 就是排句 日本人寫一首詩 唸了大家在享受 這個唸得好 日本的時候你看NHK 日本天皇也會有排句 每個人可以寄過去 所以以前的訓練是這樣子的 是高尚的 這是什麼 公費燈裡面國標舞比賽 日本的老師來 你看 你們在講1920幾年 30年的台灣 女生穿的衣服 不舒服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看看那個女生打扮的樣子 那個坐姿 你看男生穿的西裝 你有沒有看到嗎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穿什麼 穿的比我們現在還要穿 你看 你看每個女生 是不是 我找一個鄉下的給你們看好不好 逐東鄉下 幼稚園的老師 日本老師 揣我們的學生 幼稚園 魚雞園 在新町 台中 那時候沒有什麼偏遠地區 日本是來 整個台灣島都是日本天皇的黃土 每個地方同時建設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綜北青南 沒有什麼事情 台中 我們的海軍 大日本帝國海軍 上岸的時候 你看吃飯的場景 你看穿的好燒襪 西式的參波 白色的tablecloth 上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美食 日本穿和服的少女在那邊服飾 來 過來 可以關小一點 麻煩關掉 我們快結束 我們看影片 這是台中綠川 台中漆 你看日本天皇 來到台灣 台中香蕉出口 你看那時候 在市場裡面的人穿什麼衣 你看穿這個褲子 穿得很漂白 沒有人家在家裡 沒有人家在家裡 沒有那種樣子 相當有水準 你看每一個穿西裝打領帶 你看台中神社昭和十年 你看 朝昭和十年 你差不多那時候出事 阿嬤 你差不多那時候 台中神社 你看 以前的台灣人 你看很可愛 是不是很可愛 以前的台灣人 神社 台中 來 我們要回到我的那個 照片給大家看 這是家農 這是彰化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這是台南女中的合照 畢業後台南流中 台南 台南 這是台南示範學校 你看打網球 你看 你看日本時代 你看 天皇來訪問 海軍陸軍 mart場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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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厚 高雄 高雄 藪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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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球比賽的照片 高雄址 高雄 把小孩子打扮這麼可愛 屏東婦女會 那時候很搞的打扮 基隆女中的游泳課 日本時代 好 我們放影片 回到我剛剛那個PowerPoint裡 不是有還剩下影片給大家看 我的PowerPoint的最後面 對 很好 謝謝 我可以按嗎 你幫我按好了 下一張 來 按一下 下一張 好 來 我可以按 你看 日本時代 馬隊 忌兵隊 你看 以前 台灣人都搭著肩膀 這樣來 那時候你學喝咖啡 看畫 畫展去研究 你看 你看 像歐洲劍橋 牛津大學那種划船隊 上課的樣子 柔道 劍道 家裡生男生就會有這個 鯉魚棋 你看女生上課 茶道 裁縫 茶道 學武術 女生 女生 給你們看一看 日本時代的什麼樣子 你看看 都不要看過 來 這照片都從這邊來 謝謝他們 我們放影片 十分鐘 南進台灣 來 按 play 再放 小真理 謝謝 小真理 這小真理 現在 一人 1895年4月17號 馬幹條一切令以後 台灣歸出我國 就是這四十年的時候 拍的影片 新興的台灣 台灣已經完轉改變了 改曆之前 我們被大清帝國當作畫外荒帝 台灣的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但是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智力同化去成為帝國的臣民 平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禮斑、教育普遲 地方制度或者是軍事方面 都非常的長絕近 非常完備 現在就是一個成果發表 台灣已經耳目一新 面目一新 有這個好成績是因為皇室一視同仁 台北市有夜景 就是有霓虹燈 要霓虹燈 就要infrastructure 就是機組建設 要配電配線 要電線桿才會有這些東西 來,稍微跳一下 一點點就好 那時候趁著颱風 把所有以前舊的大清帝國的東西 都拆掉 城野拆掉城角 這就是三三樓 都市計畫 台灣總督府 好,不用再跳了 繼續走 台灣 我們回到以前的制度 就有台北州 台北州的管理員 叫知識 第一書 台灣軍的蘇聯堡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央研究院 日本時代就好了 台北便宜 現在台大醫院 就是以前的台北醫院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鐵路部 這是郵政部 郵政方面的 對面就是台灣電力主持會社 台電 來做日月台內發電 來用台電走 這是誰 總督府官邸 總督府 一大 總督大 的地方 官邸就是一大 的地方 蓋得有漂亮 很漂亮的花園 很漂亮的花園 來 現在是 總督府往北 你看 這是博物館 迫不館 日新報社 過去的建築 蓋起來 在橫陽路要不停 榮丁附近 台北市的文化樣貌 公車 媽媽穿的學生服 小學生的制服 小數位後面三個 3.636公尺 我跟妳講 親近國家 小數位後面取到3個小數位 日本時代就這樣做 台北 台北駅 台北火車站 車站 還有人力車 因為日本在這邊 趕快 日本去日本玩 還有家庭車 還有公車 這taxi 還有公車 街道自然安靜舒暢 現在就是這個 銀字橋 下就是基隆河 起了就是圓山 雲山下就是基隆河 建坦 台北公會堂 對 對 對 這個馬音Q跟人家調 對 這個普普罐 漂亮 好像歐洲一樣 好像歐洲 台北 航速局 那就是電台 每一天有台技跟一技 放上 radio 植物園 所以那時候 不光是帝國建設裡面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休閒 一般人民的休閒生活很重要 非常重視 它都很漂亮 待會兒你看你就知道 你會非常impress 拍這個東西 欸 今天會夾好夾水 對 是啊 這個大廚 這邊稍微跳一下 這邊可以快一點 我們看一下以前 過期阿婆的摩咖 是什麼樣 你不要看那個阿婆摩咖 我阿嬤也摩咖 你看 你說 我說來就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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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中國廟 嘛 等一下喔 看一下 巴卡特跳 馬上來了 你看 你看 喔 不然衝穩咖 再來看淡水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已經有打高爾夫球 你看 Golf Link 那一隻很漂亮 你看 打高爾夫球 日本時代 對啊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新店 喔 不是台灣時代 我們日本時代 看這裡 我們剛才是要看 新竹的話 茶葉 製作過程 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們 過去日本時代 茶葉有出口 什麼製作過程 給你們看一下 新鮮的米 米 白 剛才這本 還有手 人工 採收到 巴卡特 前面是人工 但是再來 做法就不一樣 你看 喔 機器化 在磨那個茶葉 機器化設備 然後它的生產線 你看 乾乾淨淨 日本時代 1920年3年 台灣已經是這樣 在製作茶葉的過程 分裝 你看 生產輸送袋 包裝 然後packaging 然後這怎麼樣 貼這個外面的這個 日冬紅茶 現在還有日冬紅茶 希望有電話回來 台中 台中 台中是後來的新型城市 看一本人跟他走 中部台灣的首都台中市 香蕉之都 台中台南成為日本領土 你看 路上的街燈 哇 漂亮耶 很整齊耶 有綠磚柳川清流 市區枕然有製 還有柳樹 台中一陣出名 台灣的京都 好 我們這邊跳一下 我們進入糖廠 台中公園 一陣就是這樣 噴水底 日月潭 我們也跳一下 發電 主要是靠這邊 你看日月潭左右 再跳一下 台南跳過 再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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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嘉義的 有空你們看我過去的影片 你們可以慢慢看 再跳一下 我們看 我們看糖廠 那時候糖廠 我們看糖廠的實驗室 我們看糖廠的實驗室 你看看 一直就是這樣在 在耕作 已經機器化設備了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以前就是這樣 1920年就是這樣 有先進嗎 哦 對啊 日本時代就有 來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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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一下 我們看高雄 卡卡尔 你看那已經做實驗室了 酒精提煉 再跳一下 露山齒火水庫 這裡買來購 八點雨衣 好,我們來農業 一年三座 來跳一下 再跳 跳高雄去 好,卡卡尔 回家 再來的主要是看高雄港 最後的高雄港長成 裡面國際吞爐港 你看 你看大鋼架 日本時代的高雄港 是這個樣子 你看 沿岸 來 再跳一點點 沿岸的工廠怎麼蓋的 整整齊齊的 你看 高雄港的沿岸 這邊可以慢慢來 沒關係 因為剩下沒有幾分鐘 因為剩下沒有幾分鐘 剩下一分多鐘 好,再跳一下吧 我們在54秒之內結束 好,那時候有地下電來 還有飛機 定期航班 從日本飛到台灣 我們的內地 內台無線電話 就是內地到台灣 我們的內地是日本 不是南投 我不是中國 台北飛行場 我們的高砂族 大學專科畢業生 做警察做老師都沒有 好,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歡迎你們繼續堅持下去 把這個cut上來 家庭 渡充 搭